想知道当红的话题用英文怎么说吗? 跟着News ABC听时事学英文 Come on, everyone! 一个人偷走了庞贝城的古物 然后惨得了15年的诅咒 在加拿大就有一名年轻女子妮可 在20多岁那一年到访意大利的火山遗迹庞贝城 就顺手偷拿了里头的历史古物 没想到这也为妮可带来衰运 回国后的她不但离癌动刀 更连家人都受到牵连 妮可最后只好将古物归还并真心道歉 希望能够摆脱诅咒,获得原谅 妮可表示 当她把古物带回家后 就受到了暗黑的诅咒 这15年来她随运缠身 更不幸的得到乳癌 导致双乳遭手术切除 全家人也经历了财务困难 妮可表示 我不想让诅咒传递到我的孩子及家人 因此她真心忏悔 将古物寄回意大利 希望能够得到宽恕 摆脱厄运 那我们借由这则新闻 来学一些英文单字吧 首先第一个 后悔 regrate 后悔 regrate I will lose no time in vain regret 我不会在突然的后悔中失去时间 I will lose no time in vain regret 第二个 诅咒 execrate execrate He felt execrated by all 他觉得所有人都在诅咒他 He felt execrated by all 第三个 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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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nada The company is out to capture the Canadian market 该公司希望占据加拿大市场 The company is out to capture the Canadian market 那我们来复习一下今天的三个单字吧 第一个 后悔 regrate 后悔 regrate 第二个 诅咒 execrate 诅咒 execrate 第三个 加拿大 Canada 加拿大 Canada 这样大家都学会了吗 别忘了下次再和我们一起 听新闻学英文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本单元由高雄广播电台与文早万语大学传播艺术系 文早网路电台合作直播 谢谢收听